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輝 阿輝之前不管是影片還是文章 其實開箱接收過非常非常多的線材 阿輝也非常愛買 但是如果說你要推薦 實用耐用的產品 那PX大通 絕對是最推薦的台灣廠牌 沒有質疑喔 今天阿輝也跟大家介紹就厲害了 其實大通的線材一直給 大眾就是高品質 然後耐用的好印象跟好口碑 但是現在呢 大通針對他們四大暢銷的線材 全面升級兩年保固耶 真的敢這樣做的原廠啊 太太太太少啦 我覺得炎長線的部分可能 就比較多朋友不知道大通有推出啦 第一個是我們今天介紹的全部產品 它都有兩年保固 炎長線也是喔 所以其實炎長線有兩年保固 我覺得這是非常強的一個事情 因為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保固這麼長的 其實我覺得重點 尤其是炎長線的安全性部分 還是一樣是大通產品的最重點 產品用料都是用最高級的防火材質 它的外殼它是用奇美的防火外殼 PC6600 耐高溫可以到125度 UV94 V0的一個阻攔最高等級 說真的你用火直接燒都不一定可以點燃起來 不怕一萬只怕一萬一啦 那安全保護部分啊 它採用是耐大電流的整個粗線 你看這線進行蠻粗的 它可以耐到15安佩 最高就是1650瓦的耐用的一個電源線 所以說你用一些瞬間用量大的小家電腦 像說微拔物啊氣躁鍋啊 然後吸塵器啊吹風機都可以方形的使用 如果你真的電量過載的時候 它上面也會有自動斷電跳開的一個保護的措施 甚至它也有防雷擊突破吸收 還會有警視燈的一個設計啊 這主要就是降低啊 你在打雷的時候對電器設備的損傷 我覺得多要防護 再來設計部分喔 你可以看到這不同款的設計 第一個是它整個尖距都已經有加大 在這個一般的接頭部分就是加大的設計 它可以讓插座的變壓器比較不容易卡住 我們也是你拿一些機上盒啊 筆電變壓器插給大家看就知道 這也有沒有加大尖距的設計的重要性 因為你可能傳統的變壓器容易卡住 然後在這個開關部分啊 例如像側面的獨立電源開關 那重點是什麼 它一個很好設計 它是埋入式的設計 你不會因為有碰到牆壁 然後開關就會誤開或是誤關的情況 它整個開關就是一個埋入式設計 就是可以避免誤出的發生 當然身為3C仔仔會啊 我會推薦大家包含USB 像這款 這是已經上市了 它是量三組的USB 然後有支援5B 2.4A的一個USB能量線 這個是新產品 這之後會推出 應該快上市了 重點是它其中除了一般的2.4A之外 它還有一組是提供30W的PB快充的USB 新款一張線 這部分可以USB供電充電 真的太方便了 尤其像USB30W的PB快充 你要替iPhone快充 OK沒問題 配前面的MFI的認證線材 或是你要充像是MateBook Air的 輕薄筆電充電都沒有任何問題 我想現在廠商敢做2年的保護服務 絕對就是他們 對於他們自己的產品品質 有信心的保證 X大通系列的線材 我覺得其實主要就是 品質優異 然後價格很合理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老字號的廠牌 我覺得現在又加上了2年保固 真的非常讚 而且值得推薦 都是MateBook Air 楊中午 Brain 是整個体験